上一讲谈到汉景帝废掉了伯皇后 这可是天答的事 当初伯皇后之所以做了皇后 只因为背后有汉景帝的奶奶撑腰 这位老奶奶博士是刘邦的妃子 汉文帝的亲骂 一直活到了景帝前二年 等到老奶奶过世了 那位既没有儿子 又不受宠的伯皇后 也就无依无靠了 一旦被废 就没有了翻身的筹码 立即生的长子刘荣 已经在景帝前四年立为太子 现在问题有了 那太子有了 皇后被废了 但皇帝必须有个皇后 这个空缺 该由谁来填补呢 牵手的利益实在太大 于是一张惊心动魄的宫斗剧 就这样开始了 姚蒋当年刘邦时代的八大异性盲当中 有一位燕王赃徒 莫名其妙的造了反 本人呢 虽然兵败 被擒 但不想韩信彭越他们 并没有被斩草除根 赃徒之子 赃衍 跑到匈奴避难 在晨曦之乱当中 继续与汉帝国为敌 赃徒啊 还留下了一个孙女 名叫赃儿 好好声声 嫁了人 嫁的是怀里献一个 似乎没有什么身份的人 名叫王仲 这也算是 旧是王谢唐前燕 飞入寻常百姓家吧 赃儿给王仲生了一男两女 男孩 名叫王姓 倒没有什么特别之处 两个女儿呀 就不一半了 王仲死后 赃儿改嫁到长林一户姓田的人家 生了两个男孩 举名田坟 田圣 这里需要解释一下 当年 秦末乱世 秦将张寒和项羽一和 首封雍莽 定都费丘 这个费丘 就是后来汉朝的怀里县 距离长安呢 不算太远 先后隶属于内室和右内室 可以看作大长安地区的一部分 赃儿的前夫王仲就是怀里人 赃儿的后夫田氏是长林人 距离怀里不远 也在大长安地区 既然人住在长林又姓田 那么他的出身就很明确了 长林是刘邦的陵墓 当时刘邦接受楼京的建议 搞强本弱智之术 将关东豪祖 尤其是齐国王族田氏 强制搬迁到关中 最主要的安置地点 就是长林周边 算是给刘邦守陵了 这些新移民既有家典 又有贵族的刘峰遗孕 还能享受政策优惠 发展的通常都能不错 所以赃儿的改嫁 大概率上 嫁的是个好人家 赃儿姑娘 一个乱臣贼子的后人 无依无靠 拖着三个孩子守了寡 这样还能改嫁到好人家 一定有她的不凡之处 后来赃儿的长女 嫁给了一个 叫金芒孙的人 生了一个女儿 让人震惊的事情发生了 当了卖婆的赃儿 给孩子算命 算的结果是两个女儿 今后都会富贵 那么问题来了 金芒孙显然不是贵人 大女儿 如果继续跟着她 预言 岂不是没法应验了 不知道为什么 赃儿竟然完全没有想过 旅须金芒孙有朝一日会飞黄腾达的可能性 更没想过 既然命中注定 那就不妨 稍安勿躁 坐等命运的安排 她的反应是 拿出狠剑 硬是把大女儿抢回了娘家 郎卖婆棒打鸳鸯 真是好一场荒唐戏 金芒孙啊 气炸了 自己不能没有老婆 女儿呢 不能没有妈妈 但赃儿 真做得处 把已婚已育的大女儿 送进皇宫 做了太子的女人 侯门一入深思海 总子丸和马塔爹啊 就都是路人了 马塔爹再怎么不甘 也没办法冲进皇宫抢人 而当时的太子 就是后来的汉景帝刘起 从此 金太太变成了王美人 备受太子宠爱 给太子生了三女一子 期间呢 赃儿啊 也没钱着 再接再厉 又把小女儿送了进来 二女共使一夫 在宫斗季高发地带 也方便互相帮衬 大女儿在史料上 没有留下姓名 只有史记索引 应用皇府密的说法 说她名叫王志 小女儿留下了名字 叫做尼须 尼须入宫之后 也很受宠 给刘起生了四个男孩 当时恐怕 谁也没有料到 盲美人虽然只生了一个儿子 但这个儿子会成为一切的枢纽 当儿子挨在肚里的时候 王美人梦见太阳投进怀里 他把这个梦啊 告诉了太子 太子啊 很高兴 说这是好兆头 还没等到生产 文帝驾崩 太子登基 然后王美人 再生下了这个男孩 我们呀 必须记住这个男孩 因为他就是将来的 汉武帝刘彻 交代几句后话 这么乱七八糟的一家子 大概真的是因为 赃儿的正直嗅觉和果敢性格吧 确实走上了平步青云之路 汉武帝刘彻就不说了 贵为天子 王美人给刘起生的三个女儿 自然都是公主 就连芒美人和金芒村生的那个女儿 后来呢也非常支头 便疯狂 设奉修成军 有的是荣化富贵 尼须给汉景帝生的四个儿子 后来通通锋芒各使一方诸侯 赃儿改嫁之后生的两个男孩 田坟 后来受封武安侯 田圣受封周扬侯 赃儿跟前夫生的独子王姓 也没落下 受封葛侯 就连赃儿的前夫王仲 虽然呢早早死了 但被追封尾贡侯 有两百家人给他守灵 鸡犬升天 一个都不能赏 这还不算蛮 早已经做了外婆的赃儿 后来还有了身份显赫的追求者呢 屈州侯 利济 也就是利济漫友的那个利济 想娶赃儿婆婆 不过利济在这件事上 栽了个大跟头 毕竟站在汉景帝的角度来看 利济纯属没安好心 变着范儿要当皇帝的岳父 亲岳父也就罢了 但利济要当后岳父 这让皇帝情何以堪呢 本来这一家子就够乱的 很快我们还会看到 王美人这个出身寒微 已婚已育的女人 依然可以挑战母仪天下呢 皇后位置 人生逆袭 还有比这更加精彩分成的吗 说什么门当户对 是婚姻必备 在我们已经见过和即将见到的 汉朝一任皇帝的婚姻生活里 地位差异越大 婚姻呢 反而越美满 门当户对 反而是 霍乱之源 当汉景帝 李刘龙为太子 又废除了伯皇后 政治中心就开始 用线新的漩涡了 汉景帝同父同母的亲姐姐 长公主刘彪 第一次登上了历史舞台 需要解释一下 刘彪的彪 就是卖淫嫖娼的嫖 这个字啊 在今天呢 只有后一种意思了 所以当你猛一下啊 看到刘彪的名字 一定很诧异 不能理解 爹妈对亲生女儿 为什么会有如此诡异的人生气贷呢 但 嫖原本是个好字眼 专门用来做女孩子的名字 读音时 彪 刘彪的身份是长公主 皇族女圈当中 皇帝的女儿称公主 皇帝的姐妹称长公主 皇帝的姑姑称大长公主 刘彪是汉景帝的姐姐 所以称长公主 长公主啊 会有汤木义 相当于彻侯的风果 当地的租税 都是长公主的收入 刘彪的汤木义在管桃 所以规范一点的称谓是管桃长公主 作为都太后的独生女 刘彪呀 特别享受母爱 都太后嫁盟之前 留下一兆 把东宫的金钱财物 通通赐给刘彪 刘彪嫁得当然不会差 张布什第三代唐义侯陈武 陈武在史料当中虽然毫无存在感可言 但他的祖上 第一代唐义侯 就是秦末战争中的元老级人物 陈英 刘彪和陈武两口子儿女双拳 长子陈虚后来成为第四代唐义侯 四子陈巧后来说风 龙绿侯 这两个都是小角色 关键人物是女儿 这个女儿在史料上并没有留下名字 但有一部很流行的至冠小说 汉武故事 书中称他为陈阿娇 还编出了一段金屋藏娇的传奇 所以陈阿娇的名字也就广为人知了 当刘荣立为太子刘彪啊 就很想把女儿也就是传说中的这位陈阿娇 嫁给刘荣 这在晴天看来属于尽情结婚了 但汉朝人并不在意 只想亲上家庭 刘彪的如意算盲让人的一目了然 将来刘荣登基 自己的女儿就是皇后 还要做成这门婚事 就必须和刘荣的母亲 丽姬商量 按说站在丽姬的角度 长公主来提亲 这简直是天大的好事 只要亲事一定 不但刘荣的太子位子啊 稳了 自己的皇后位子呢 也做定了 但丽姬的态度斩钉截铁 不打瘾 丽姬呢 是个嫉妒心很重的小女人 心里只有纯洁的情情爱爱 不受现实主义和功利主义的玷污 眼看着井弟身边的美女们 都是刘彪引进来的 一个个都比自己得宠 惹得丽姬啊 一天叠 不火中烧 把刘彪呢 喷到了骨子里 恨意就这样形成了惯性 明明一只香喷喷的橄榄枝 递到眼前了 从此可以兵士前前 实现双赢 但丽姬呢 只看到了惊奇 刘彪 没办法 徒儿求其次 向王夫人替亲去了 这位王夫人就是脏儿的大女儿 刘彻的母亲 那现在呢 已经从王美人 升级成为王夫人了 当时的后宫级别 从高到低 依次是夫人 美人 良人 八子 妻子 长使 少使 王夫人不愧是脏儿的女儿 面对这样一门好基石 一口硬撑下来 这样一来 刘彪和王夫人 天然就结成了一个 反利基同盟 从赶齐上说 搞掉利基可以让刘彪 出一口恶气 让王夫人 少一个 善度的敌人 从利上说 搞掉利基 就可以连带着威胁 刘荣的太子地位 一旦 重新选离太子 刘彻 就有机会 刘彪想让女儿当皇后的目标 依然可以失险 退一步说 哪怕紧紧没了自保 刘彪也应该从利基的态度上 看出来了 只要将来刘荣登基 利基 母以子贵 自己一家人 一定 不会有好下场 即已定 刘彪于是在 景帝面前 处情几率 诋毁利基 其实以利基的性格 就算没有刘彪诋毁 早晚呢 也要走上绝路 景帝啊 一度呢 身体不适 情绪低落 不禁向利基啊 托付后事 说自己万一 有个三长两短 希望利基啊 可以好好地关照诸位皇子 按说 这正是利基 正表现的天赐良计 但利基啊 很真诚 啊 不但不答应 而且说话 特别丈人 是啊 哪些皇子都是万七八糟的狐狸精生的 自己恨都恨不过来呢 怎么可能以德抱怨呢 看到利基是这种反应 景帝 虽然没有当场发作 但心里已经对利基 关上了 半扇门 刘彪那边 却更卖力了 天天夸刘彻啊 这孩子乖 这倒不是信口开河 毕竟刘彻就是将来的汉武大帝 从想不可能是窝囊样 景帝呢 哎 看着刘彻也是越看越爱 又因为盲夫人在怀着刘彻的时候 做过那个太阳入怀的梦 自己就更对刘彻另眼相看了 但是 菲力太子姿势体大不是马上就能拿定主意的 盲夫人知道啊 景帝还在生利基的气 这种时候就只需要添最后一把柴了 但这一次 盲夫人不再说利基的坏话了 相反要说她的好话 盲夫人 暗中派人敦促朝中大臣 让咱们赶紧提立立基为皇后 大臣们 只要不了解后宫里边如此复杂的宫斗情节 就不会感到这种提议任何不同 毕竟刘荣呢 早已经被立为太子了 伯皇后又被废了 皇后的位置也不能啊 一直空着 那么立即作为刘荣的生母 正该是名正言顺的皇后嘛 但是当礼仪官员 做出提议的时候 晚没有想到 汉景帝龙颜大怒 立身吼道 这是你该说的话吗 汉景帝一动之下 肩拔这名官员 论罪处斩 我们当然看得懂 盲夫人这一记的歹毒与精明 但如果只从法律角度来看 这位官员到底说了什么不该说的话呢 又能被论什么罪呢 我们下一讲 再见